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的英格兰已经处在黄金时代的末期 而奥兰多的稚嫩和单纯 让未曾婚嫁的伊丽莎白女王心生怜爱 苍老的女王则让奥兰多深有感触 于是诗信大发的她在晚宴上迎送了一篇关于死亡的篇章 而诗中不合时宜的内容立刻让宴会的气氛陷入到了尴尬之中 奥兰多的父亲文言赶忙向女王解释 但年迈的女王并没有因此苛责这个门懂的少年 而在庄园入住的当晚 女王便在卧室单独召见了奥兰多 并赐予了她一份永保青春的美好祝福 可在得到祝福后不久 女王和奥兰多的父亲便相继去世 奥兰多也很快与贵族欧府订婚 1610年 随着欧洲进入了大冰冻时期 国王也变成了荒诞昏庸的詹姆斯一世 而已经和未婚妻同居的奥兰多 奥兰多则在一场公办的冰面舞会上 遇到了远道而来的俄国公主萨莎 萨莎美丽的容颜以及两人相仿的年纪 都让奥兰多心持神网 于是在晚宴上 她忍不住用熟练的法语和萨莎攀谈了起来 而在随后的几天内 奥兰多的视线就没有从萨莎身上移开 可她毫不顾忌地举止 最终让一直默默忍受的未婚妻取消了婚约 而陷入爱情漩涡的奥兰多则带着萨莎参观了自己的庄园 但在这个无比幸福的时刻 她却因为未来可能的分别流下了眼泪 这样原本对她颇有好感的萨莎觉得十分可笑 送萨莎上船的奥兰多忍不住频频回首 可她发现萨莎似乎亲吻了一个水手 于是促意横身的她立刻冲上了甲板 结果却被水手打倒在地 由于她根本不相信萨莎的解释 并认为萨莎背叛了她付出的感情 这样萨莎闻言后突然意识到 奥兰多对她的感情不过是对私有物的独占语 所以她以沉默回应了奥兰多有关私奔的提议 此时的奥兰多依旧对萨莎充满了狂热 她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等在了城市附近的冰面上 但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雨夜后的冰面也随着温度的上升开始破裂 被淋了个彻底的奥兰多意识到 萨莎已经随着流水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而他们的爱情也不过是春季到来前的昙花一现 认为自己遭到背叛的奥兰多回家后便大睡不醒 在经历了七天的长眠之后 长发极尖的她才从梦中醒来 此时的她不再相信爱情 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诗歌上面 1650年 为了让自己写诗的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 奥兰多邀请了当时她最喜欢的落魄诗人格林来到庄园 但面对奥兰多谦虚地求教 自视甚高的格林却认为她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贵族 于是在得到了奥兰多的资助后 格林便毫不留情地写了一篇讽刺奥兰多的诗歌 虽然遭到了格林的嘲讽 但奥兰多却没有违背资助她的诺言 只是此时的奥兰多已经彻底看清了格林的真面目 并意识到她眼中高雅的诗人 也不过是一个为了五斗米折腰的俗人 1700年 随着时局的变化 英国也再次换了新任的继承者 依然年轻的奥兰多则选择踏入政坛 并被任命为大英帝国主君斯坦丁堡的特使 而土耳其国王当时专程出臣迎接 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奥兰多 在酒精的刺激下 意识门隆的奥兰多面对年轻国王的询问 竟然许下了与之同生共死的承诺 十年时间转瞬即逝 安妮女王派哈利大公前往军事坦丁堡 为奥兰多颁发皇室勋章 而在见到了容颜不老的奥兰多后 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哈利大公 也对她的美貌深感震惊 为了庆祝这个荣誉时刻 哈利大公专程在当晚举办了派对 并准备为奥兰多受薰 可原本应该受邀出席活动的土耳其国王 却让士兵闯入派对抓走了奥兰多 接着她又提起了奥兰多 十年前许下的同生共死的诺言 出于信仪和承诺 奥兰多命令哈利大公等人 拿起武器支援军斯坦丁堡 而她也在那个激战之夜 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并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死亡产生了恐惧 战争结束之后 奥兰多又昏睡了七天 而这次从睡梦中醒来的她 竟然变成了一个美丽谦弱的少女 之后重返英国的奥兰多 回到了自己的庄园 虽然下人们对她性别上的变化 十分疑惑 但她从未改变过的容貌 却在告诉他们 她依然是庄园的主人 1750年 热衷于社交的奥兰多 前往了文学圈中颇具盛名的聚会 美貌的她刚一出现 便紧紧抓住了哈利大公的视线 而在这群年迈的诗人眼中 奥兰多只是一件可以随意点评的饰品 被繁文辱结束缚的奥兰多 此时才明白 女性在这些所谓的文人眼中 根本不值一提 得不到尊重的她 立刻颠着自己繁复的裙子 跑出了这场荒诞的聚会 可逃回家中的奥兰多 却接到了法院的通知 原来 长生不老的她 在法律上早已过世 身为女性的她 也即将失去对庄园的继承权 了解她绅士的哈利大公文言 便向奥兰多表达了自己的爱慕 可面对这个全国最有权力的男人 奥兰多却立刻表示了拒绝 并立刻踮起裙子跑进了迷宫 在这个迷宫内 奥兰多仿佛穿越了时间 终于找到出口的她 随即冲出迷宫 并快乐地倒在了自然母亲的怀抱中 而在她急切地呼唤下 一个骑马的男人穿过雾气奔向了她 此时已是1850年的工业革命时期 破除了思想制固的奥兰多 只想追求一直被压抑的信与爱 于是在遇到了这个英俊的男人后 勇敢无畏的奥兰多 直接向她提出了求婚 起初 男人以为这只是奥兰多的一个玩笑 他也随即与奥兰多一起前往了庄园 奥兰多则很快得知 这个名为塞尔的男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冒险家 她的周身都散发着奥兰多无法抗拒的魅力 而奥兰多优雅的谈吐和丰富的学识 也让塞尔怦然心动 于是两人随即相恋并放飞了自我 第二天 女王的判决突然下达 身为女性的奥兰多 即将失去对于庄园的所有权 于是奥兰多便希望塞尔可以留下来 与自己一起孕育一个继承人 这样她就能保住对庄园的所有权 但对于热爱自由的塞尔而言 默显才是她终身追求的事业 所以她希望奥兰多可以放下庄园 随她一起离开 此时奥兰多才意识到 塞尔不会为了自己放弃自由 于是她随即微笑着送别了 这个让自己一见钟情的男人 并衷心地祝福她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之后失去庄园的奥兰多 只能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 怀孕的她最终生下了一个女儿 出生的女儿为奥兰多带来了重生 她将自己400多年来的见文写成了书 并得到了出版商的赞赏 此时的奥兰多已经成为了 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拥有中性长相的她骑着摩托车 带着女儿回到了那个曾经属于自己 如今已经变成景点的庄园 母女俩参观过大宅后 便跑到附近的山坡上玩耍 而如400年前一样 容颜不老的奥兰多 惬意地依偎着大树思考 可此时她的眼中不再是惶恐和迷茫 有的只是身为母亲的坚定和成熟 想到自己经历的追寻之旅 终于找到自我的奥兰多 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而拿着录像机的女儿健壮 赶忙前来关心母亲 奥兰多则随即和女儿解释了自己喜悦的心情 并让女儿与她一起望向了正在空中歌唱的天使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